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看到了文件的内容处理 读取和写录 上节课咱们看到的是整个文件内容整体的读出来和整体的写录 假如说我想操作文件中的部分字符 怎么办 比如说一个文件中有三段 我想操作第二段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得打开文件来处理 对 对不对 你要是整存整取的情况下是不用打开文件的 直接有函数 直接就能把里面字符全拿出来 然后一起显示或者一起怎么办 对不对 整体写也是一样 把里面整体内容整体替换 对不对 不用写入 就是不用整体的打开 那么咱们想操作一个文件中的部分字符 也就是部分文本的话 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先把文件打开 找到内容 然后操作 对不对 所以打开文件的过程是一个操作资源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文本文件 对吧 里面有内容 对不对 如果整存整取的话 有可能不用打开文件就可以把字符放进去 对不对 不用打开文件就可以把字符拿出来 但是如果我想操作这里面的部分总算 比如说一行A 有一行B 有一行B 我只想读这一行B的话 对不对 是不是就得用这种打开文件 找到它才能读出来 对吧 或者是我想往这文件里追加内容 不是整个计划 也得需要打开文件才做 或者我想截取文件的一部分 都得要打开文件 那文件打开着是不是就是一个资源在打开着 对吧 那我用完之后是不是觉得把它关掉 对吧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就得打开操作 然后用完之后再把它关掉 这样才可以 对吧 对 来 我们看一下打开文件使用的是什么 打开文件使用的是对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非常的简单 大家要知道 打开着的文件就是一个资源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资源类型 我们一定要每一步操作都得用到这个资源 对吧 因为是这个资源就代表着这个文件 打开着这个文件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使用f open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打开文件的位置 打开文件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说的ur 对吧 第二个是模式 模式指什么呢 是就是一个字符或者多个字符的组合 对吧 比如说R就是我打开 给个权限是只读的模式 这样我打开文件我就不能往里写了 明白的意思吧 如果我写W就是写的模式 你就不能读 就知道吧 如果我是W加或者R加的话 就是可读可写 对吧 所以模式就分这么几种 只读 只写 可读 可写 对加 等等这些模式 对吧 一块模式咱们会详细的介绍 这个UR位置可以打开本地文件 也可以打开远程文件 如果使用人是TDP那种协议 你可以打开别人的网站 比如说打开百度的网站 新浪的网站 腾讯的网站 对不对 但是远程的网站 你只有读的权限 能把它的页面读过来 那就是读的权限 但是你没有写的权限 就知道吧 这就是UR位置 那我们看一下 课券里边给我们提供了 这个 FOP打开 那这是这个函数的原型 法规来就是 咱们说文件资源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文件类型 是不是资源类型 看一下 比如说 不用FOP 对不对 打开一个 假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文件 我随便建一个 对不对 比如说TN TNP.TNP 一个临时的文件 对吧 假如是这里边 咱们就 展示一个字符 一号A 对吧 那我就是 TNP.TNP 比如说 以R的方式 必须是两个参数不能少的 对对吧 然后反过来的就是一个文件资源 不给一个变量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打开文件 就相当于把这个 打开是不是资源了 那么我操作一个资源 就能操作这文件里边那种 没有这个意思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文件资源 打不打开 用一张 DNP 看一下 Ballup FP 记不记得咱前面学过打开文件 反过的也是资源 因为咱们刚刚开始接触资源 这个类型 不要陌生 对吧 跟咱们平时操作是差不多的 好 我们一听一下 看一下 是不是资源 留着资源 对吧 那这个资源 如果我打开10个20个文件的话 不关闭 你想就想象一下 我像这样的文件一直打开着 是不是操作系统特别的乱 占用系统资源 你还不用了 对不对 对 所以当用完了 习惯了就把它关掉 关掉 不关掉有没有问题 没有 你不关掉的话 脚本运行结束之后 也会自动把它关掉的 对吧 但是如果是连续操作的话 你就必须得关掉了 所以不关掉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预料不到的错误 就是这个错误 谁说不好 会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就关掉的挂 就怎么的 就没有问题 对不对 当然这问题不一定发生 但是最好我们习惯 资源类型以后 大家记住 有打开 就要有关闭 对吧 所以呢 你看 我这打开之后 再用什么呢 F Close C 关闭 关闭 里边传一个FP 你建的是哪个资源 就关闭哪个资源 那这是打开 下面是什么 关闭 中间这个过程过程就是干嘛 就是针对这个资源 这个资源对应的就是这文件 针对这个文件 你所进行的操作 你是读啊 你是写啊 你是追加啊 你是在里边 呃 是插入啊 等等等等 对不对 都是在中间部分完成的 那我们中间的读个写 咱们先不着急看 对不对 咱们还是把它 F open 把它弄明白的 咱们再往下走 嗯 来咱们再往下来 看一下它的语法 第一个参数是 名字 就是文件名 对不对 在右下位置 第二个什么 模式 对不对 其他的参数 你根本都用不上 所以呢 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用在F open 通常你看所有项目 都用前两个 听懂吧 嗯 第三个和第四个参数 就算你研究的话 也没有多大用 听懂吧 所以呢 不用去看那个 头两个参数 大概知道了 对不对 嗯 关闭的话 就是一个参数 就是它返回的这个资源 对吧 那最主要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式 看一下 F open 可以打开类似于什么的文件呢 是本地的 从根开始的 绝对路径的文件 对 对不对 也可以打开 像这样的 往文档跟户子下的指动模式 打开的文件 对不对 也可以在温度下的这种模式文件 对不对 你看 这有两个字 以后我再介绍这两个字 不是什么意思 对吧 然后还有像这样相对路径的文件 都可以 像这样远程文件 都可以 看到了吗 像这样远程文件也都可以 对吧 但是你看这个远程文件是R的格式 这远程文件可以是达到达到达到写的格式 那是什么协议 这个协议人不至于我这么做 对吧 对 那正是F open给我们的什么 参考的格式 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具体的后边的模式都有哪些 当然大家可以参考手册 我这会把手册的内容给截下来了 放到课券里边 大家看一下 咱们一点点就要这几个模式 大家都记住 好吧 都是经常用到的 R这个模式 就是什么 就是以止读的方式打开 将文件指针指向文件的头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打开文件 什么叫文件指针呢 比如说这文件一打开 你看到这个闪烁的焦点了吗 对 在文件的最开始 那这既然在文件最开始 那我们开始读 是不是就从文件的最开始开始读啊 对不对 如果打开指针在文件的最后 那麻烦了 你再读的话 除非往前读 对不对 你要是往后读的话 是不是读不太那种啊 这就是文件指针指的就是 咱们现在闪烁的这个焦点 你可以看上去这个感觉 指针在哪 就是从哪开始读 可以往前读 可以往后读 这都可以做到的 对吧 嗯 指读的方式打开 能行吗 不能 不能 所以呢 好多情况下 咱们都是以读 指读的方式打开 为了安全 对不对 嗯 这个R加 看一下 是读写方式打开 将文件指针 指线文件的头 对吧 嗯 那这块跟第一个R 多了个加 就是对读的方式的一个扩展 嗯 扩了成功文了 就是这个我不光是能读 我还能还能写 对吧 这模式咱们也会用到 W是吧 是写入方式打开 将文件指针指向文件头 并将文件大小结为零 这个很重要 也就是用它打开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小心什么呢 如果原来文件内容很重要 你一旦f open打开这个文件 后面写个W 原来文件内容被清零了 嗯 被结尾零 这样的话 文件指针是不是就指向开头了 对对不对 也就是覆盖的去信 原来东西都会清零 嗯 如果文件还有一个特点 一个就是你看 一直写的方式打开 这是第一个特点 W对不对 然后呢 文件指针指向开头 文件内容被清空 对吧 再有如果文件存在 文件内容被清空 如果文件不存在 会创建这个文件 这点很重要的 你就不用说非得手工建议文件 再写再写 没有它会自动创建 有的话会把内容清空 嗯 这个意思 嗯 很重要的啊 这个大家要记住 一会咱们都会用 W加跟上面差距在读写方式打开 但是这个呢 用W加的方式呢 跟R加不一样 你看啊 R加是读写方式打开 可读可写 对不对 它也是可读可写 但是不一样在哪呢 W加也会把你存在的文件 清零 对不对 文件不存在会创建 而这个文件不存在不会创建 对吧 读写都是读写 但是呢后边的方式可不一样 有记住 再有最常用的就是A了 对 A是最佳的意思 也就是原来文件存在 你看用W的话能最佳吗 原来文件是不是删除了 重新写了 对不对 而A不一样 它可以干嘛 可以在文件的末尾 你看打开文件 将文件指引 指引文件的末尾 对 然后它有写的方式 这是写入方式吗 文件指引指引末尾 文件原来那种清了吗 没行对不对 再写入的时候 从末尾再写 是不是最佳的方式 对 如果文件不存在 它也会干嘛 它也会创建 所以A是咱们经常用的 咱们最常用的模式 就是RWA 这三个 R加W加A加 这三个的都是在 每个经常都扩展 咱们用到不多 你看 这个是A加 就是读写方案打开 对不对 跟那个一样 跟上面A一样 就加个写读的功能 对不对 X 这个咱们用的并不多 你看 创建并写入方案打开 将文件指引 直接开头 如果文件存在 则以失败反文价 就生成一个警告 相信 如果文件不存在 则常常创建 对吧 这两个你就不用去看了 我就 也非常容易 但是咱们用的非常的少 你就记太多 你怕你记不过来 你就记一个R 是干嘛 读 读 一个A干嘛 追加 追加 W呢 写 对吧 然后W和A 要再记点特径 W如果文件存在的话 里边有内容 会清空 对吧 然后如果文件不存在 不创建 A呢 怎么的 不清空 但是文件不存在 也会创建 嗯 是不是这样 所以就记个R W A 就不够了 当然了 你看手试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几个格式 咱们打开手试 你看一下 有一些细节 你要注意一下 F Open 刚才这一些 这就是我从手试 我刚才粘过来的那种 对吧 嗯 它有像B标记 看到了吗 还有像T标记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什么 你操作的文件 是文本文件 还是二级的文件 那咱们说 什么是文本文件 什么是二级的文件呢 即时本打开了 咱们看到的文本 是不是就文本文件 图片 你打开之后 是不是乱码啊 那就是二级的文件 对吧 如果从二级的文件 读取内容的话 让它格式不转变 你最好加个B标记 嗯 那就变成什么了 R B 什么意思 就是读取的模式 是二级的文件 真的吗 可以写的 也可以什么 W 这样都是可以的 默认的什么 是T T就可以不写了 是不是就文本文件了 对不对 其实我平时在开发的时候 操作二级的文件 都很少 所以一般的呢 都忽略这个模式 B这个模式 知道吧 大家也不能去详细的去研究这一点 OK 嗯 你看WB 看到了吧 这是访问的模式 啊 所以这几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大家明白什么呢 明白 Fopen 是打开一个资源 对吧 打开一个资源 可以打开什么样的文件 各种文件都可以打开 然后还可以干嘛 可以有各种模式打开 那下一步就是打开和关闭之间 咱们要干嘛呀 咱们要建立 是否操作呀 嗯 好 那这节课时间关系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下节课呢 咱们继续介绍 Fopen 和以及Fopen 打开这个资源的操作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 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